4月4日 据台媒报道 汪小飞与女儿以及F妈一起聚餐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据葛思琪爆料 汪小飞接到SR和两个孩子后 贴心帮他们开了车门 当大家好奇 汪小飞怎么称呼F妈时 葛思琪表示 她直接叫赵母娘上车 葛思琪当晚跟了汪小飞 5个小时 葛思琪带着儿女进了一家餐厅 妇女三人从下午玩到晚上 之后还去了其他地方 尽情享受亲自时光 但有网友却质疑 为何只有葛思琪知道汪小飞的行动 其他狗仔拍不到 莫非是两人在打配合 故意炒作 汪小飞依然叫S妈赵母娘 但网友调侃 之前叫张一眼的妈妈也是赵母娘 汪小飞到底有多少赵母娘呢 S妈自然也不是善类 有钱把你当儿子 没钱肯定不会给你好脸色 当初张婉直播 带货占的盆满钵满 光酸蜡粉就进账260万 其他东西更是卖断货 S妈听到进账金额后 直言拿一点来分给我吧 如今孩子的抚养权在大S手里 王小飞自然要比S妈客气一些 虽然离婚了 但叫赵母娘也很正常 为此你怎么看呢